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早前有個別的的士團體建議修訂市區的的士起標加價方案 上條6元至10元不等 即是由現在的24元港幣加到30至34元 該的士商會表示會沿用在2018年9月所提交的加價申請 即是標價或者會由24元加到30元 商會更加期望可以在11月之前獲准加價 即是首先我自己就不是很反對它加不加價 但是那個幅度都幾誇張 老實說就算最低是24加到30 加四分之一的那個價錢 而且還要是 即是不要聽說一句 現在經濟下行已經是必然的 在這個時候加價是否一個合適的 對他們來說是否一個合適的時間呢 我覺得就值得他們斟酌了 下一則的消息 今屆文憑市歷史科被取消中日關係試題的司法覆核 昨天就在高等法院進行第二天的審訊 考評局的一方就指涉案的問題的資料是一面倒的 容易引渡考生回答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 高浩文法官在判詞中就指出 取消試題的決定是屬於學術決定 並且需要考評局委員會作出不同方面的考慮 法官指取消試題的決定應該由考評局而非法庭所作出 法官亦不認為取消試題的決定涉及程序失當 又或者任何不公 法官亦指出申請司法覆核的一方 所指出的六大論點均無一成立 故此駁回申請人的司法覆核 首先提提大家 這個駁不駁回他的司法覆核 那些法律團隊都是要繼續收錢的 最主要是法律團隊可以收到錢 這個才是核心來的 第二件事 這個中國 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 我真的很想問問那些人 到底美國打伊拉克是為伊拉克帶來的 是不是利多於弊呢 那種 大家還記不記得某些黃絲在說 沒有民主自由 我要其他東西來做什麼 那些人呢 是不應該說要去不去英國 美國澳洲的 是應該去伊拉克的 伊拉克的情況是怎樣 我什麼都沒有了 我老爸老母都被人炸死了 但是我自由了 啊 還不快點去 你不知道那些 那些黃絲在想什麼 不面對現實 好了 在下一則的消息 有暴徒日前就首持尖刀刺傷警員 勒出大量善血 而起社交媒體Facebook的Martin Wong的帳號 持有人為王國田 該帳號早前還和一群網友 討論警員被暴徒刺傷的事 馬田旺還寫到 年紀大 有奴化 幾乎都看不到 那些血 還少過半次月經 以為是子宮內膜二位 生了下去 去旁邊那裡 嗯 很多網民還附和他 有人認為 哇 那些血太少了 都不夠我送飯 哇 原來他們是吃血的 OK 也都有人寫到說 哇 沒有向各位警員 那個頸子的大動脈 插下去 真是有點可惜 咯 大家看到 這些留言者 涼薄兼冷血 一看得出 他們和那些暴徒有什麼分別呢 可能他們是同一批人 OK 有關的言論 已經被人剷了 但是 網民一早就截了圖 而就有媒體人士 致電給這位 黃國田醫生求證 他聲稱 不是狡辯 不是說謊 OK 賬號被黑客入侵了個幾月 自己是從來沒有說過 或者寫過有關的言論的 不過 有網民還翻查這個賬號 過去的post 他在過去去年的6月 就已經曾經發post 以倒行逆詩來形容政府 子女行間已經表達對修訂 這個逃犯條例的立場 黃國田也都承認 在香港國安法草議的時候 發表過一些言論 但已成過去 法例通過之後 個人是支持香港國安法的 他同時也都說 慰問受傷的警員 並且對暴徒的行為 予以最嚴厲的譴責 他也都發表聲明 表示會保留一切法律 發表聲明 梁振英先生的合照 新聞來到這裏 加多一件事 網民繼續挖掘他更加之前的post 已經在說 說什麼 不好意思 我忘記做 要找一找 我心早是王 大概是這個意思 抱歉 不好意思 是知我心王 哼 這樣的表情 哎呀 大家真的知道他的立場 大家覺不覺得 看完整條新聞 是有一個奇怪的地方 奇怪的地方在哪裏呢 那個記者問他 你說的那些話 代表什麼立場 他就說 他支持港區國安法 你現在是在做反修例的事情 簡單說 新聞記者是問你 你是不是黃絲來的 你自己都寫著 知我心王 問你是不是黃絲來的 我們不是問你 知不支持港區國安法 你看到嗎 這個醫生 跳了一條問題 他其實沒有回答過 我是不是黃絲來的 不說話 我支持港區國安法 我支持港區國安法 大家想不想起 有些人 有些人 我下世再投胎 我寧願做英國狗 那些狗屎上面那些 烏鷹都不肯做你知 那些人 我才發覺 原來我內心心處 都是一個中國人 不肯都是 我覺得我們偉大祖國 要反修制 是很合理的 一定不可以低頭 我希望馬上通過 這條 國安法 好了 再下一則消息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 張曉明 就在7月1日的講話當中 批評 美國針對香港的制裁 是強度邏輯 警告不要干涉中國內政 而他當時的中文原話 是當然我們也不是嚇大的 中國人看其他人的面識 養人避飾的時代 已經一去不復反了 當然我們也不是下膽 中國人 看別人的臉色 養人避飾的時代 已經一去不復反了 然而 最恐怖的是 華盛頓郵報 在7月2日的報導當中 兩名記者 當眾還包括一名華裔 卻是這樣翻譯 張曉明這段說話 我們當然不怕 中國人在乎別人想法 任務他人的時代 已經過去 永不復反了 這個報導 除了腦吊重探 這些言論自由的話題之外 最重要的觀點就是 炒作中方推動港區國安法背後的現實政治思維 即是 中國如今認為 沒有必要再遵守 早年 弱勢貧窮所簽署的國際條約 文章一相情願地認為 1984年 中英聯合聲明 規定英國對回歸後的香港 是富有義務的 同時 又在抹黑中國 有長臂管核的權限 可能會傷害 踏足香港的批評人士 為了佐證上述的觀點 作者通過這一段誇張的曲譯 強行暗示中國 無視國際規則 我行我素 就差在尾講出濫用司法這一句 哪怕現實中最擅長干涉他國內政 借長臂管核來示意起第三國捉人的 正正就是美國 兩相對比之下 華盛頓郵報的翻譯 硬生和以偏概存 可謂一目了然 然而致致 發稿的時候 民眾的錯誤 非但沒有得到及時糾正 反而是令到一些反華人士 愚獲自保的 好了 新聞就來到這裡 坦白說 一開始 其實我第一次看張曉明先生 但這一段的發言裡面 雖然那些新聞的主要 topic 就是說 張曉明先生用廣東話 講有沒有搞錯關你什麼事 這一個為主要 topic 但其實 我最感觸的 反而確實是 他最後這一句 他認中了一秒左右 然後說 中國人看其他人眼色 養人鼻色的時代 已經一去不復反 這句說話的核心意思是 我們 被人炸大使館 然後還跟你說一聲 哎呀 我不小心炸你 雖然我們明知道那些GPS系統 一定會鎖定 大使館 就是說沒有一個 問美國的高級將軍 去扭開這個特別的鎖匙 GPS是沒有可能 鎖得到大使館 所以其實是不存在誤詐的 但是我們可以怎樣 我們國力遠不如他人 銀河號 沒有一個簡單的雙船 人家說你有問題 派軍艦、直升飛機 按住你 困住你在海裡 你可以怎樣 你夠不夠人家打 這就是現實 對吧 人家的戰機 飛過來我們的國家 乃至 我們的戰機 不夠先進 有差距 要阻擋他們飛入我們的領空 我們連軍人都犧牲了 這句說話的核心 是說我們被人攻擊傷害 不再需要看人面色 而不敢去做回正當的防衛 寄人離下 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反 這一個想法才是這句說話的核心意思 然而 這些 所謂的外國媒體 別有用心的人士 不一定是媒體 這不是單一的例子 簡單說的是什麼 他想將中國翻譯成 我們想將我們翻譯成 對著外國人說 Who care 我們還用理理的想什麼 他想演繹成這樣 去給 他們 外國一無所知的 小白兔 去看這一種資訊 完全 目的是什麼 離間 挑起仇恨 抹黑 我覺得抹黑已經很低端 你明白嗎 完全是挑起仇恨 這種人 這種別有用心的人士 你說這些到底是言論自由 還是控制言論呢 搶了善長佔有率之後 這些 中國想說話而已 他都和你加鹽加醋 扭曲到180度 這種別有用心的人 就是 卑鄙無恥賤格下流 兩大部分結論 第一 大家要注意這種別有用心的人士 不一定是媒體 第二 就是 其實很無奈的 面對這種情況 你想想 在外國長大的一部分人 不是全部的 一部分人 他從小到大可能就看著這些東西 他久而久之就是在這裡仇視了中國 或者害怕了中國 總之他看中國是負面的 因為他能夠看到的東西都是負面的 對不對 中國的媒體去外國播放的時候 哎 禁止 阻止他 加設更多的限制 這種就是他們的言論自由 都是那句 他們的言論自由是只准他們說謊 不准我們說真相 這些才是最恐怖的地方 好了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有其他意見的觀眾可以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待 我們下期待 我們下期見